你以为我昨天说得够清楚了 我是不会分手的 我也不会让你从我身边逃走 何正宇 这太幼稚了 不像你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轻易地放弃 我也不允许你这么放弃自己 你得给我失错的机会吧 何况我们是改变命运 没那么容易的 但并不代表没有可能啊 我已经竭尽全力跟命运斗争了 我们不要再有牵扯了 你就在二零二二年好好地生活 没有你 我怎么可能好好的 凭什么你给我做决定 谈恋爱时候两个人说好的 为什么分手 你就单方面做决定 谈恋爱需要征得两个人的同意 分手不需要 不对 佳岚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认定 我们改变不了 时空融合是有规律的 我们不要轻易地放弃 那你为什么就认定 我们能够改变呢 我们现在 发生的哪一件事情可以证明 即便我们等到十二月份 我们一起举报了武安文 让他扶法 你怎么就能确定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发生 让这一切又重新回去呢 佳岚你说的这些 我并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我能确定的是 我不会放弃 你不会 你放开我 请你尊重我的决定 放开我 我们早一天接受 就能早一天适应 你就去好好过你的生活 至于我你真的不用担心 我陈佳岚是绝对不会放弃我自己的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好吗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一切都改变了 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去找陈佳岚 他自己一定会 第一时间去找何正瑜 你 敲着房门 叫他起床 记忆的画面 如此清晰真切